現在我們來看巧慧如何在不到三屏的空間當中 可是要同時滿足男女主人的需求 那其實這個空間其實它並不大 所以我們在這個地方呢 有做了一個L型的一個書桌 然後達到一個男主人 他需要思考安靜的一個空間的時候呢 這裡可以讓他一個書寫的地方 那女主人呢 女主人因為他很需要一個大量的收納 所以呢我們在書桌的一個就是銜接上呢 就做了一個L型的一個比較大型的儲物櫃 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大型的儲物櫃可以有多大型的 像這邊的話呢 它是以就是我們這個收納衣物為主 比如說冬天換季的衣物啊 然後它其實都是一個標準的衣櫃的一個尺寸 對所以其實在收納上非常的方便 那我的右手邊這裡呢 它就是一個L型的轉角處 所以呢你會發現它裡面特別的深 其實這個空間呢 它的坪數其實真的很小 它其實加起來其實是不到一坪 可是這個L型的這個儲藏量 其實非常的大 而且你如果說裡面要放上十幾個新米箱 絕對也沒有問題 絕對沒有問題齁 你看連梯子這麼長都可以放進去了 對 OK來我們看一下這個 那這個的話就是比較屬於我們用分小格的方式 就是可能有一些雜物區 哇賽 我只能說這個櫃子的本身 你看它還到頂的收納喔 它幾乎等於涵蓋了一個儲藏室的空間了 對就是一個小小的儲藏室 好那怎麼樣讓這個書桌跟這個櫃子來做完美的結合呢 其實在這邊只動了一點點手腳 對其實我們這所有的櫃子都是用系統櫃的方式來做一個組合 然後來做結合 那唯一就是我們右手邊這個 我做了一個三片的一個就是木工烤漆的成板 就是利用這三片成板呢 再加上後面的一個特殊油漆的顏色呢 然後去銜接一個L型的空間 所以讓這個空間兩個都可以串連起來了 現在這個房間一看就知道是小朋友的房間囉 對而且是一個女生的房間 因為這邊顏色其實都是比較屬於粉嫩色 那其實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沒有用做太多的一些就是特別的一些造型 或什麼就是比較屬於基礎型的功能 那因為其實小朋友現在還小 所以我們那時候需求強調就是要一個 就是不要床架只要床墊就好 所以我們地板是有就是有鋪那個 超耐磨的木地板 然後鋪上床墊之後 如果說小朋友還小他在睡覺的時候 如果滾下來其實是不會受傷 好貼心喔 今天的家最讓倩允感動的是 餐廳兼書房的規劃 讓親子能夠擁有一起閱讀的時光 還有一個點子 大家不妨可以參考看看 鞋櫃竟然可以大變身 如此省空間的做法 真的是最棒的設計囉